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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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初舉在所帶來的一個證的碎鈍效果 破產成本就會大於我們的稅鈍效果 在這個區間之前 你的稅鈍效果還是大於你的破產成本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這個所謂的理想資本結構 到底是35%、40%或是55%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在不同的產業 它的最似資本結構 可能要考量它的一個經營環境 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基本上 這是上禮拜所講的一個進度 那我們在講下面的進度之前 我們給各位一個比較完整的例題 來看看說 一家公司從沒有舉債到有舉債 那它的公司價值的改變 跟資金成本的改變 到底看起來會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呢 要跟各位講 我們不會去考那個沒有稅的 不考量那個沒有稅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基本上來講 幾乎所有的經濟體 所有的國家都有稅 所以這邊如果會問你問題 那各位你只要想像到說 我們可能只會用到一組公式 就是有企業所得稅之下的那一組公式 好 那當然我們在觀念題的時候 還是會問你 那個沒有稅的狀態之下 跟有稅狀態之下 有怎麼樣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計算方面的話 如果要各位去算 那個結果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稅的狀態之下 讓各位算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一家公司 它叫復興公司 那目前沒有舉債 那如果公司相信其未來的 永續營運所得為 一萬塊錢 那公司目前的資金成本為12% 營利事業所得稅有25% 那請問一下復興公司 目前的市值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就沒有去提總資產 因為我們講到那個 那個我們的EBIT 是總資產層上ROA 我們這邊就直接給各位EBIT 因為怕很多人會誤解到就是說 那個 那個 我們的那個 資產的一個 帳面價值跟資產的市場價值 如果在考慮稅的狀態之下 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是免除掉 各位去誤解 資產的帳面價值跟市場價值之間 可能會產生差異 那我們在這邊呢 如果要給各位題目的話 就直接給各位EBIT 然後讓各位從EBIT 是倒推回來去算說 這個資產的市場價值是多少 也是公司的市值是多少 好 那EBIT 我們這邊有強調是永續 所以我們這個model 就跟我們 在我們 筆記裡面討論的那個 就是那個 無成長模型的一個公司 是一致的 所以你的EBIT 就會等於 你的稅後的EBIT 就會等於你的現金流量 所以你就不用去考慮那個 那個現金流量跟那個 會計上的影域之間的一個差別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我們的 有序的EBIT 是一萬塊錢 那我們要去求這一家公司的一個價值 那各位當然知道 如果說目前沒有舉債的話 所有的資產會等於 所有的股東權益 OK 那所以資產所能得到的EBIT 它會被扣稅 因為我們目前 企業所得稅是25% 所以屬於股東所有 或是屬於整個機場 會得到的一個報酬 是一萬塊錢 身上一減掉25% OK 那所有的那個 這是所有股東會得到的現金流量 每一年都一樣 所以它會構成一個永續年金 那目前呢 這個股東 因為他說目前的資金成本 當然我們目前來講 沒有舉債 所以如果說目前的資金成本是12% 那他指的就是KSU 就是股東權益在沒有舉債之下的資金成本 那其實 他也就是ROA 但是我們這邊 用股東價值的一個 觀念來求 就是說股東未領到7500塊錢 然後他的折現率是12% OK 那我們一除出來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那個 整家公司的價值 也就是說 所有股東權益的價值 他是62500塊 因為他是沒有舉債 所以股東的價值 就會等於整家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的定義就是 他是這一家沒有舉債 公司的一個價值 是PU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要改變資本結構 然後看看這改變資本結構 對公司來講 價值的影響是如何 那我們就是說 富興公司呢 他發行4萬塊錢的 8%的公司債券 然後呢 並用發行所得的現金 去收回普通股 那請問一下 發行公司債券以後 他的新的市值是多少 他的新的市值是多少 還有股東權益的市值是多少 那 我們有講過 我們在這邊所談的舉債 我們是在不改變資產的前提之下 只改變資本結構 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借錢 我們去舉債而來的錢 一定會到市場上去買回普通股 OK 所以呢 我們現在發行4萬塊錢的債券 那這4萬塊錢的債券呢 他會幫我們收回4萬塊錢的普通股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剛才算算普通股 總共是 流通在來是6萬2千5百 那我們回收為4萬塊錢的話 那 原始你的感覺 他應該會剩下2萬2千5百 對不對 但是這稍微有一點 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去回收完4萬塊錢以後 那我們當一年就會產生 利息費用 那這利息費用 會幫我們去抵稅 抵掉25%的稅 那這個抵稅的效果呢 那會 等於是 掃繳給政府的稅 就會形成是對股東來講 一個價值 OK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 算出來說 這個掃繳的稅 到時候跑到股東那邊去 那 他的價值增壓是多少 那我們當然有兩種邏輯可以去看 那第一種邏輯 那我們之前有跟各位導過那個公式 你當然知道就是說 這一家公司的價值會增加 增加就是說 這一家有舉債公司的價值呢 是等於他原始沒有舉債的時候的價值 也就是說6萬2千5百塊錢 再加上 營利事業所得稅提升上 我們的舉債的程度 那我們舉債程度是4萬塊錢 營所稅是25% 所以我們增加了1萬塊錢的價值 好 這1萬塊錢的價值怎麼來呢 我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各位看一下 我們舉債是4萬塊錢 所以每年要產生的 利息費用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利息費用是定了8% 所以每年的那個利息是3千2百塊錢 那因為我產生的3千2百塊錢的利息 所以我繳給政府的稅就可以比較少一點 因為3千2百塊錢的利息就會減少 我們的那個會計上的一個所得 OK 所以呢我們少繳掉的稅就是它的四分之一 就是3千2百塊錢乘上0.25 所以每年可以節省 我們繳給政府的稅金800塊錢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所談的舉債就是 假設我們永遠就會去舉這個4萬塊錢 所以你每一年都會永遠就會去省下800塊錢 那這個800塊錢省下來的錢 也會成為一個永續年金 那我們說這個800塊錢的這個省下來的利息 我們理論上來講會相信說 如果你的舉債是不會倒帳的話 那你這個因為利息而省下來的稅 當然也不會倒帳 所以他所要用的折限率 就跟你舉債的利率一樣就是8% 所以你把800塊錢除以8% 永續年金 他也會等於1萬塊錢 那這一萬塊錢當然就會跑到 我們的股東權益的價值裡面去 所以你等一下會看到我們股東權益的價值 是32500 因為我們說我們舉債的利益 幫母公司增加了1萬塊錢 所以整家公司的總和是72500 對不對 72500 那可是呢 債權人所要拿走的是固定的4萬塊錢 因為債成的價值 債權的那個 債權人所得到的現金能量是不會增加的 OK 所以呢 那他只能拿走固定的4萬塊錢 所以如果今天總公司的價值是72500 扣除掉4萬塊錢的我們的一個債權的價值 那股東權益的價值也32500 所以我們這邊所寫的是一個比較 教科書型的一個正規的做法 因為我們已經打出來公式 所以告訴你 舉債以後的公式的價值變72500 然後我們又告訴你 舉債的價值不會因為 什麼樣的情況而有改變 所以他的價值就4萬塊 所以你增加了價值以後 的公司總值扣除掉4萬塊 你會發現股東權益就變32500塊 32500 那這32500就是我們剛剛所講 你原先是62500 買回4萬塊錢的一個股票 理論上應該剩下22500 但是我們沒有把那個舉債 所以舉債的那個抵稅的價值1萬塊 加到普通權益那邊 所以22500再加上1萬塊錢 就是所謂的32500 那當然 如果大家把這個邏輯搞得很清楚的話 就不需要一樣跟我去 從舉債多少 然後利息費用多少 結稅效果多少 然後再去算出來他的結稅的利益 你直接就用我們的公式去算就可以了 OK 那當然我們想問一下說 舉債以後的權益資金成本為多少 那舉債以後的權益資金成本 我們有講過 他跟沒有稅的情情之下 因為沒有稅的那個公式 我們看了很多次 他跟沒有稅的情情之下的一個 只差一個1-T那個element在那裡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要素都把擺進去 他在沒有稅的時候的資金成本 KSU是0.12 那他的舉債資金成本是0.08 所以0.12減掉0.08的這一部分 會扣稅 所以呢股東權益呢 就得到他稅後的所得 就是乘上1-T 那後面那個D除以S 是調整他的財務幹桿程度 所以我們求善出來呢 我們的那個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或是 以公司的立場來講就是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會等於15.69% 15.69% 那我們接下來就問WACC 那舉債之後的 加錢平均資金成本 那我們的加錢平均資金成本 可以由兩種方式去求算 第一個 當然我們在上一張 我們的WACC的公司 仍然有用 我們WACC的公司是 我們的KD 我們的那個 稅前的舉債資金成本 乘上一減題 乘上舉債的比重 然後這邊呢 是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乘上他的比重 那比重的話當然就是 以市場價值來算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市場價值 是72500 那所以呢 我們的股東權益的 價值是32500 32500除72500 這是股東權益的比重 那我們的負債 是4萬塊錢 OK 所以你把所有的 因素都擺進去 你算出來應該得到 10.34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你算這個WACC一定比12%要低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過 你沒有舉債的時候 WACC是12% 那你舉債以後 我們理論上的一個 預期就是說 舉債以後你WACC 會比舉債之前要低 所以你可以借用的這個關係 去驗算一下 你算WACC 這中間有沒有計算錯誤 它一定是要比較低的 那當然我們也在前面的講義裡面 給各位一個比較簡潔的公式 這簡潔的公式呢 就是說 你由KSU 乘上一個可能像是局債的修正因子 也就是說局債比率越高的話 那我們的那個 WACC會變成越低 那這個瓜糊裡面這個修正因子 就是一減掉 所得稅率乘上舉債的比重 用市場價值表達的舉債的比重 那我們舉債的比重 是4萬除以7萬2千5 所以一減掉所得稅率乘上這個舉債的比重 然後 然後瓜糊裡面 那當然它就一定比1小 對不對 那你在乘上12% 一定會比12% 那我們算出來也是10.34 所以到時候呢 你可以用你手頭上的資訊 看是用公式 會比較容易得到WACC呢 還是你用WACC的原始公式 然後去算出來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所以我們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為10.34 那這個是我們談到有關於資本結構 所謂的資本結構就是 這個舉債與否會不會影響到公司的價值 舉債與否如何影響WACC 那當然我們理論的部分 有關於就是說 舉債到底會不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為止 那下面我們還是會講到一些 跟資本結構相關的理論 那這整體理論呢 他原則上就是比較從實證研究裡面 然後讓學者歸納出來說 有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我們 企業舉債的行為 那我們下面要講到三四個理論 這三四個理論呢 他原則上他不會互相統一 所以不會互相統一就是說 其實有些理論會跟另外的一些理論 他事實上是有衝突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學者在提出一些觀察的時候 他會提出那套觀察 他的一個分析的架構 然後會去找一些實證上的資料 那如果實證上的資料 跟他們所主張的這一些理論架構 沒有不相符的地方的話 他就可以主張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理論 當然我們常常會發現 有一種狀態就是說 A學者他提出那套理論的時候 他去找一些企業的資料 他證實了他的理論是對的 然後B學者提出另外一套理論的時候 然後他也去找另外一套企業的資料 也去證實 他也說他的資料是符合他的理論順論述 但是你如果把這兩個理論 把它湊起來 你會發現說 他們兩個實證的理論 事實上來講並不一定是相符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介紹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相衝突的一些 實證上的理論呢 其實說真的 我們倒也不相信 不一定就是說 覺得說那種理論 一定是正確或錯誤 各位要了解 因為企業在做很多決策的過程當中 他考量的因素很可能不是非常簡單的 一個dimension或是兩個dimension 他可能要考慮的因素可能非常多 就好像你問說 陳老師 我們在報考研究所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種考生你們會比較欣賞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們某一種考生我們也欣賞 某一種考生我們也欣賞 但是會不會我們講的這兩種論述當中 會有衝突的地方 那你說有啊 可能會有點衝突 可是你好像 你就說其實我們 雖然可以簡單的講說 我們可能哪一樣的學生我們要收 哪一樣的學生要收 但我們真的在考量的時候 可能考量的因素 比這兩個要素要多 很可能多出好幾個要素 可是有很多的要素就是case by case 所以我們很有可能就沒有辦法 很詳盡的講說 在那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又未考慮怎麼樣 就好像你們找男女朋友 你很可能會講說 我男朋友一定要怎麼樣 我的女朋友一定要怎麼樣 可是到時候你結婚的對象 我們看起來說 怎麼跟你當初講的都不一樣 那你很可能又可以講出很多的理由 那其實實證研究就是這樣子 公司真實在做怎麼樣的決策 他可能考量的要素是考幾個 但是呢 你絕對沒有辦法說 我用簡單的一個變數 然後我覺得他比較多的時候 那企業就會怎麼做 他比較少的時候企業就不怎麼樣做 所以我們這邊提供出來是讓家去 幫助各位去觀察企業現象的時候 可以幫你去釐清一些要點 倒不一定就是說 這就是企業應該考量的要素 他們考量的要素可能遠超過這些東西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信息理論 我們信息理論其實在我們講資本市場的時候 已經有跟各位提過 我們說其實企業的經理人 他擁有的資訊會比一般 非內部的一個投資人 我們當然知道大股東 或是公司董事會的成員 他知道的東西可能跟經理人一樣多 但是我們說一般買賣股票的那些 閃負投資人或是個別投資人 他事實上沒有辦法掌握跟經理人 或是公司裡面的內部關係的 相同一樣的資訊 那我們也講過 我們說對於經理人來講 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幫他現有的股東 謀取最大的福利 那我們說會有一些狀況之下 如果經理人他認為 這個公司他未來的經營展望 或是未來的盈餘前景 會比目前表達在資本市場上面的市價 還要好的話 那他就有需要去把這個資訊 提早揭露給資本市場 那他之所以必須要提早揭露給市場 不要等到說財務報表日出來了以後 大家不就知道了嗎 因為現有的股東他事實上是有 加入我們現在經營的成果 所以呢如果我們能夠提前讓市價 反應在他的股價上面來講的話 那對於一些有需要去交易股票的人來講 他就不會蒙受不白的損失 對不對 你如果說現在一股20塊錢 你認為他可能有一股30塊錢的潛力 那可是他遲遲沒有反應在資本市場上 那如果說你現在有一些股東他記得要去賣股票去買房子 那他可能就蒙受損失 所以在經理人上他如果能夠越早把這好消息揭露在我們的資本市場來講的話 這是他們應盡的義務 那所以呢經理人他可能就必須要透過很多很多的條件 可能在資本報表日還沒有出現之前 他就要把這個訊息提前介入在資本市場上 那我們認為說這些決策 某種程度代表經理人他的一個believe 這個believe當然不能是說百分之百一定不會錯 但是這個believe他有非常大的一個把握 所以當他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資本市場上面的參與者他就認為 原來經理人心目中是這樣的期望他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們的股價就會因此而調整 那我們舉例而言 像舉債的這件事情 常常就是經理人用來把自己內部的消息 揭露到資本市場的一個途徑 舉債這件事情 尤其當他是增加舉債比率 或是對於某個公司正在理意中籌建的一個資本預算 然後他用比較多的舉債去支援這個資本預算 如果他敢這樣做的話 那資本市場會認為說 那這個投資案 他一定是增加價值的 而且經理人有非常大的把握 比如來講如果今天說我們要蓋一座廠房 要花一百億 那我們其實手桌上有現金 我們事實上也有可以發行股票的一個能力 但是今天經理人說 我們就舉債 我們舉債一百億來蓋這座廠房 那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兩個層面的一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說 我們財務管理裡面我們學過 如果說公司他的資產的報酬率 可以高於舉債資金成本的話 他舉債越多 那ROE應該越高 所以呢 他如果敢用舉債的這個東西去支援的話 一方面他可以提高所謂的ROE 另外一方面我們說 舉債當然也會增加你的利息的負擔 對不對 利息的話是一個固定的費用 不管你有賺錢沒賺錢 這個費用都要付 那所以你敢去增加一百億的負債 所產生的利息 那對你來講 盈餘會不會有壓力 那你如果敢非常果斷的 就去舉債一百億的話 一方面你會覺得就是說 那我對於增加了這些利息 我並不擔心 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原先的營運的部分 就有足夠多的現金流量 可以去支援這個利息成本 我有一些信心就是說 我這個新的案子去進行了以後 新的案子本身會產生的現金流量 也足以來繳這個利息的成本 所以我等於有兩方面的一個宣誓效果 一個宣誓效果是 我不怕利息的支出 我對盈餘非常有信心 那另外一個一層的效果就是說 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股東權益的報酬率會增加 那這個雙管局下 當如果企業要進行一個投資案 而且他用舉債去支應他的投資案來講的話 那市場上的解讀 這是一個好消息 這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股價會上漲 股價會上漲 那你很可能會講說 外觀上看起來他只不過說他要做投資案 然後他去銀行借錢 然後股價就會上漲 那很多同學就可能會講說 那我們能不能去模仿 我們能不能去模仿大家這樣做 那我們說 對你可以模仿 那你運氣好的話就是說 後來你模仿了以後 你沒有產生不好的事情 那你的股價可能會漲 OK 但是我們在這邊來講 我們先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資本市場上面來講 尤其上市上貴公司 我們每一家上市上貴公司 都有好多的分析師在那邊看 那如果說 有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要去做一個投資案 那市場上對他就不是非常看好 然後你又用舉債去做 那你很可能會講說 陳老師不是講說 只要用舉債去做 市場上的解讀就是好消息 那股價就會漲 可是我們要這邊跟各位講 因為資本市場上面 消息非常靈通 非常多的分析師 如果你是讓人家有意義的 當你宣告這樣的消息以後 市場上分析師如果說 有蠻大一部分是 不看好這樣的一件措施的話 大家都會發表意見 那發表意見 你可能股價不上升反而下跌 甚至我們要講 如果不屬於這樣的公司 我們剛才是講就是說 公司的經理人認為 未來經營前景會很好 或是對他的投資人 有百般的信心 所以他用舉債去做這個 真資案 那很可能市場上的解讀 就會是好的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公司 他明明不是對雲魚非常有信心 但是他會在外觀上面 模仿舉債去增應他的新投資案的話 那萬一如果被抓包了 也就是說到時候 經營的前景 並不如他預期的那樣子 等到那個消息到達資本市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股價大跌的程度 可能會超過他原先的一個 會跌破他原先的一個價格點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那樣的人 你去模仿那樣的措施 只要資本市場去發現了 你在那個行動上面 是有一點點灌水做假的話 那資本市場給你的一個懲罰 遠超過你所應該承擔的一個成本 也就是說大家抓到你弱弊 然後你好像會覺得說 同學好像都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但被抓到那個人就是非常的嚴重了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們在學履律表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擺上一些資訊 那有些資訊有一點點美化 有一點點灌水灌風 那當然可能或多或少 你的同學都會這樣做 那你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說 我的同學灌水灌風了以後 他好像得到interview的機會 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也學著灌水灌風 沒有那樣的事情 就偏偏寫得很偉大 但是你不要忘了 interview本身是一個雙向溝通的 一旦你被問到說 你不是說你到某某公司 去當暑期工讀生 那我們就問了一下 他們說沒有你的資料 那你說我只是到他們那邊去 做個兩天企業參訪 那你把企業參訪寫成暑期工讀 那後來如果被抓到的話 那當然就會 你很可能就是 就是會很慘 不只說這家公司不會給你機會 那如果把那個消息傳槍出去的話 你很可能整個行業都不會給你機會 那你會覺得說 我只不過做了一件小小的修飾的動作 可是資本市場就跟這個東西一樣 那一旦你如果不是這樣的公司 你假裝你是這樣的公司 那被抓到的話 那他的代價是非常慘重的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 可能你們自己也要care一下 就是說不是什麼樣的話都能講 這是要有責任的 這是訊息理論 那我們再重複一下 什麼叫訊息理論呢 我們有些人會把他叫做所謂的那個 叫做內部訊息理論 有些人會把他叫做是那個 資本市場的那個 資訊不對稱理論 資訊不對稱理論 所以那個經理人就要透過某一些 decision 去把這個不對稱的一個資訊 揭露到市場上 OK 所以這叫signal 有些人會叫information asymmetries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有一個叫做 資本結構的代理理論 那他可以指兩樣不同的事情 我們先來講第一樣 所謂的資本結構的代理理論 他有一些學者 他會認為我們的經理人 那他通常會去舉債的一個程度 會低於我們理想資本結構 所隱含的那個程度 我們舉例來講 如果說我們是一家零售業 那零售業呢 我們假設來講 一般行業的零售業的理想資本結構 是百分之五十的舉債程度 可是呢 你會發現有些經理人 他不願意舉債 舉到百分之五十的程度 他可能在百分之三十五四十的時候 就停下來了 好 那你很可能會問說 我們不是到舉債程度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公司價值會到達最大化的程度 那為什麼公司的經理人 舉債到百分之三十五四十的時候 就停下來了 OK 那我們可能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是說 今天 對股東來講最有利的舉債程度 其實不見得對經理人來講 是最好的舉債程度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你如果站在股東的立場 你會希望這家公司舉債 舉債到百分之五十 那當然舉債到百分之五十 就是會增加稅頓的價值 但是也同時也會增加破產成本 那這個破產成本呢 當然在這個階段來講 是小於稅頓的效果 所以你會覺得說 多舉一點債 那可能公司的價值還有多增加的機會 好 那這是股東的立場 但是對於經理人的立場 他可能稍微就比較尷尬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來講 我們說經理人他基本上 我們說經理人基本上有兩種財富 一種財富的話就是說 經理人如果在這一家公司 待了很久的話 他會持有蠻多這一家公司的股票 OK 那你持有那麼多公司的股票 再過來呢 我們說經理人如果在這家公司裡面 他做得很好 所以他有可能會想說 這家公司如果我持續做下去 我做到退休 他還可以從這家公司領到退休金 所以他有未來的現金流量的一個 從這家公司拿到現金流量的一個機會跟權利 所以對他來講 這家公司佔他整體的財富的比率 是非常高的 這個財富比率包括他的財務 那個股票 包括他的一個 其實在經濟學上會把它叫做是能力資產 所以能力資產就是說 這家公司將會付給他薪水 之後會付給他退休金 那你把這些退休金跟薪水把它折為現值 就是他的能力資產 OK 所以他擁有 有關於這家公司資產的比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他比較不能忍受說 你去提高他的舉債比率 雖然你會知道說增加股票的一點點價值 但是你會知道他同時也增加破產風險 那這個破產風險對經理人來講 是比較敏感一點的 所以經理人很可能會 希望不要舉那麼多的債 OK 所以經理人通常會在 還沒有到理想資本結構的那個 舉債程度之前就停下來 那股東 我們相過來講股東 股東來講的話 他當然也會知道說 這個 舉債程度高一點 我這個股票的財務風險 也會高一點 OK 但是站在股東的立場 各位不要忘了 我們在講我們的那個 我們在講我們的那個 投資組合理論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股票的投資人 他都會分散風險 所以他會擁有很多種的股票 所以呢 這家公司的股票很可能佔他 投資組合的一小部分 所以這家公司風險高一點 對他來講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他會跟其他所持有的股票 都相互抵消掉 所以站在股東的立場 他可以忍受比較高的 取債程度 但站在經理人的立場 他很可能取債程度 稍微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經理人當然 如果他因為自己本身的 利益的著想 所以他就把取債比例 停到35% 那當然他會犧牲掉一些 股東的價值 那他犧牲掉的這些股東的價值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代理關係 他也是一種代理成本 也就是說 因為你用了經理人 這些成本你就必須要忍受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 想辦法去減少代理成本 比如說 你會給他一個incentive 就告訴他說 你就儘管去舉債好了 如果舉債有產生任何不良的結果 比如說 你因為聽從了董事會的決議 而我們到時候 我們說公司倒了以後 或是你 績效比較不好的時候 那我們會給你額外的補貼 或是怎麼樣 那他可以去做 比較接近股東利益的解答 好 我們在後面會講到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 你如何去調整 這個經理人的行為 讓他比較更符合股東的期望一點 好 那我們有一個專有名叫 黃金降落傘 就是在發生某些事情的時候 那 你如果產生損失 那公司 依照合約會賠你一些錢 或是給你一些補助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有關於資本結構的一個代理問題 也就是經理人可能舉在的程度 還未達到最佳資本結構的時候就會停下來 因而損失一些股東的價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第二個跟資本結構理論有關的代理問題 它其實是跟股利政策 可能講起來會比較close一點 那 但是呢 這邊呢 我們會提出一些論點 它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在融資決策上面 的一個措施 那這邊是怎麼樣一個結論呢 我們通常有一家公司 他如果經營得不錯 手頭上就會有很多的現金 那當他手頭上有很多的現金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找投資的案子 那 當然各位會知道 我們通常去找投資案子的時候 一剛開始找都會有一些好案子 我們會去做 但是我們做了幾個案子以後 我手頭上還有很多的錢 可是呢 我的那個 可以做的案子都沒有了 那 你今天就會想說 你如果口袋裡面那麼多錢 你如果完全不做事 那 有人就會去質疑你說 那 你手頭有那麼多的現金 為什麼不去找投資的機會 那 各位也當然知道 好案子都減光了以後 剩下那些案子可能風險比較大 可能禁限值會比較低 你如果運氣不好一點的話 多做了一些案子 很可能就會造成公司的價值的下跌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就是說 會有一些學者主張 就是說 如果一家公司有太多的閒置資金在那裡 你不要等到經理人拿那些資金去投資 因為一剛開始投資是有效的投資 但是他如果過度投資以後 他很可能有一些邊際的案子 那些邊際的案子是會損失公司的價值 所以為了減少那些產生負價值的那些投資 那所以有些學者就主張 如果說公司手頭有閒置資金的話 就把閒置資金發還給股東 用股利的方式或用其他的方式發還給股東 那一旦發完給股東以後呢 那手頭上就沒錢了 那你今天經理會問問講說 可是如果到時候 我又有一些投資案出現的話 我要怎麼辦 這邊就是我們所說的有相關的部分 因為一剛開始的部分 是跟股利政策比較有關 就是說有閒置資金 你就發還給股東 用股利的方發還給股東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那你現在手頭上沒錢了 他說手頭上沒錢 這你就去申請 所謂的申請就是說 你就去舉債 或是你去發行新的股票 那舉債跟發行新的股票 那當然會產生所謂的發行成本 對不對 你如果原先公司就有錢 我直接拿錢去投資不是很好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這個概念 那那些學者的做法就是說 因為你手頭上如果有賢錢的話 那你如果有案子你就馬上自己去做了 這個案子可能是好的案子 可能是不好的案子 但是他完全不受監督 因為你口袋裡面錢太多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口袋裡面錢太多的話 你所做的那個案子 就有可能會有一些 案子是不好的案子 那你說如果有好的案子呢 老師如果有好的案子 你還是可以得到債權能或是新的股東 給你的認可 所以這個債權能跟新的股東 在你決定說 也就是說他程序是這樣 你手頭上有錢 你先把鼓勵 用鼓勵的方式 把所有的賢錢放送給股東 所以你現在口袋裡面沒錢 口袋裡面沒有錢呢 你如果有個投資案出來 你就必須要去說服 債權能 要說服新的股東 說這個案子是好的案子 所以你們要把錢借給我 或是我可以發行新的股東 發行新的股票 那也就是說這些學者會認為 如果你手頭上沒錢 你碰到有案子的時候 你再去跟股東或債權人去訴求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個監督的效果 因為你的債權能 你的股東就會去看你的投資案 他就不太像說 你口袋有錢的時候 好的案子也可以投資 壞的案子你也可以投資 因為你不需要人家的認可 但是呢如果你把賢錢 一有賢錢就發給我們的股東 然後你如果說等到你要 有新的投資案出現的時候 再說服新的債權 新的股東 那這樣又多出了 減少代理問題的一個關卡 也就認為資本市場呢 可以減少經理人難權的一個機制 在這裡 所以這個第二部分 才是我們跟各位所講的 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一旦有太多的賢錢 經理人就會做一些可能錯誤的投資 錯誤的投資可能就會產生代理成本 就是對股東來講 這是一個不利的一個成本 是一個不利的關係 所以我們認為呢 一旦手上有賢錢 為了減少代理成本 你就應該把所有的現金 發還給股東 然後呢我們認為說 你的籌資的過程 本身也是一個減少代理成本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說你手頭上沒錢的話 你只要有新的投資案 你就必須要找銀行 找 找 找那個 成銷商 因為成銷商會幫你發行股票 發行債券 那這成銷商 這些銀行 他都是一些專業的人才 他會看看你這個投資案到底 值不值得做 他如果願意把錢借給你 願意幫你去發行債券 發行股票 就代表這個投資案 事實上是經過檢驗的 所以呢 我們其實第二部分 就比較像說 我們是利用這個證券的發行 然後去減少經理人濫權 或是做不良投資的一個機會 等於有一個減輕代理成本的機制 我們繼續回來上課 我們接下來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在資本市場實證研究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它叫融資順位理論 那這個融資順位理論 我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從很多經理人 他在想辦法投措 我們 我們 想要 蓋新場 或是想要做一個 新的資本支出 那我們就去研究一下 他 到底 比較喜歡用怎麼樣的資金 OK 那事實上 我們是先 看出來 他們有這樣的順序 然後就想辦法去解釋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OK 那我們所謂的融資順位理論 就是說 那個經理人 如果他有一個 他預期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投資案 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所定義的 他如果說有個投資案 那他的NPV為證 OK 他已經知道他NPV應該是為證 那他如何去籌作資金 那我們後來發現呢 經理人他籌作資金的一個順序 就是說他第一個會覺得最好用的 是他的保留盈餘 那各位當然知道就是說 一些企業他如果說有賺錢的話 那他可能在資產面來講 他會放在可能流動性比較高的一個資產 比如說現金啊有價證券這些東西 然後呢他在資本面 他很可能就放在保留盈餘裡面 那當然有些公司賺的錢以後 可能會發放鼓勵 他就從保留盈餘裡面去減少 那很可能就是減少現金 做這樣的處置 那所以呢 他們發現經理人最喜歡 第一個動用的 就是他以前年度所保留盈餘下來的 那些財務的一個流動性 那第二個呢 他才會想到用舉債 然後最後呢 他才會考慮使用現金增資 所謂現金增資就是發行新的股票 發行新的股票 所以他的融資的順位是 第一個使用保留盈餘 第二個發行新債 第三個發行新股票 那我們現在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順序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順序 第一個如果使用保留盈餘的話 他的程序會比較簡便 第一個就如同我們剛才在講那個 那個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一樣 自由現金流量假說的時候 我們說經理人手段上如果有現金 有保留盈餘的話 那他在進行投資案的時候 就不需要 徵求債權人或徵求 我們的那個 股東的同意 對不對 他就直接可以去採行 那所以直接去採行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 時間就會很簡單 第二個也不用再去 因為說明 因為通常你如果要去借錢 你要跟債權人說明 你這個一百億的現金 到底為什麼要借 那你就會跟他講說 我正在準備 籌備我的iPhone 6 那你如果說你正在籌備iPhone 6 他說 那我一定要知道說你這個iPhone 6 會不會賺錢 我才願意把這一百億借給你 所以你就要跟他說明你iPhone 6裡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功能 那當然你會要求你的在線人說 請你保密不要被三星聽到 對不對 可是你也知道說 有些人嘴巴就會不牢 有些人可以從外面上的事件去猜說裡面是什麼 如果有人說 哇有人 蘋果要去跟銀行借一百億 那你大概直接會猜 想說 他很可能是 跟謠傳中的那個iPhone 6 是不是有關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當然對於競爭對手來講 他很可能就可以提前去準備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好為什麼他們這些經理人他喜歡 喜歡就是說 他用手頭上的一個現金 就可以去做投資案的話 那他不會考慮舉債或發行新的股票 好 那當然這個使用手頭上的保留益 去進行現有的投資案 而且是有利可圖的投資案 這件事情是沒有違反我們 講的就是說 股東在追求經理人價值的最大化 OK 當然我們會說 就某種程度上來講 如果這個投資案用舉債來做的話 那理論上那個 這個股東的權益應該有可能還會更高一點 但是你不要忘了喔 你現在用的是保留盈餘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是具有證的NPP的案子 那對於現有的股東來講 他還是有利的 當然他不見得會提高太多的ROE 但是你要想想看喔 經理人如果說他今天裁決或是決定去做說 我們用保留盈餘去支援我們的投資案 而不是用舉債的話 一定是他認為說 這個減少這個時間的一個準備 或是減少那個資訊的走漏 那所得到的利益遠大過於舉債 所能夠幫你提升ROE的利益 OK 所以我們說 那你投資有利可圖的投資案 那經理人第一個喜歡用的是保留盈餘 那第二個呢 他就採用外部的舉債 那理由大概就是跟我們前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敘述是有關的 因為如果你的這個NPP是大於0的 那你如果完全用舉債來講的話 那如果說你使用舉債的這件事情 會提高你的舉債比率 那你ROE事實上是會增加的 是會增加的 然後就某種層面來講 你如果 你用外部的舉債去支援這個投資案的話 那我們之前講那個資訊不對陣的時候 我們說舉債的增加而去做這個投資案 他在資本市場上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make sense的一個好消息 對不對 你如果說我今天要去投資怎麼樣一個新的投資 在市場上你的主張說 這是一個會賺錢的案子 然後你也用舉債去支應這個資金的需求 那這跟市場上的期望跟你自己所主張的東西都一致 所以理論上採用外部舉債至少資本市場上的解讀 還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這是第二個順位 那我們說第三個順位是採用外部的新的股票 那我們其實也要提醒各位 我們其實很多的公司 儘管是有利可圖的投資案 但是不同的公司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置 所以你當然如果真的需要外部的資金的話 你去舉債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告訴各位 不同的公司它有不同的處置 因為有些公司它很可能要維持長期的理想資本結構 所以它不能一直都舉債 它偶爾會舉債 偶爾也會現金正資 就好像就是說 我如果認為我理想的舉債比例是30% 那我當然在 可以在未到30%舉債程度的時候 盡量舉債舉到30% 但是我如果舉到30%以後呢 我就不能再 再繼續不斷的毫無限制的用舉債 它很可能可以容忍說到35 那可是到35以後就必須要用權益資金 因為要把它再拉回來到30%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籌資這件事情不是都非常精確的 就一定要一直固守在30% 它有些時候會多一點 有些時候會少一點 所以它就會靠現金正資 來去平衡一下 你舉債的一些措施 那所以呢 我們會覺得說 經理人第三個preference 第三個想要用的一個手段 就是外部發行新的股票 也就是所謂的現金正資 那它的理由呢 理由的話就是說 因為其實經理人還是蠻考量 資本市場上面的反應 他說我明明就是一個有利可讀 正的MPP的投資案 那如果我跟別人講 我要發行股票去finance這個投資案的話 它事實上會有一個資訊 衝突的機會 我們在資本市場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講說 其實一般資本市場會認為 發行新的股票 它是一個不利於投資人的消息 OK 那它主要的著眼點是兩點 第一個著眼點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個正的MPP的投資案 那你為什麼不舉債 因為你舉債的話 那事實上所有的好處都留在股東的身上 那你沒有理由去發行新的股票 去邀請新的股東來參與你的收割 或是分紅 這不make sense 因為理論上 你只要為現有的股東效忠就好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賺錢的機會 為什麼要邀請新的股東來參與 所以第一個呢 就讓人家懷疑說 是不是你在想說 你這個投資案會賺錢的過程當中 稍微有一點點遲疑或是沒有那麼自信 OK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通常會覺得 你如果今天發行新股來籌資的話 一定是目前的股票的市場價格 可能超出你的預期 你就是說 你可能 你認為合理的價格是30塊 現在的價格35塊 那你覺得就是說 我用35塊去籌資的話 就可以籌得比較多的 因為我認為正常的情形是30塊 所以我趁著現在剛好在高漲的時候 就趕快發行股票 所以 一般的投資人會認為說 你如果用現金籌資 一定是認為目前股價是在高檔 所以正常的股價可能要比目前的股價 有這兩點的一個 一個認知 可能 你用 發行新股票的方式去籌資的話 可能 就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我們這邊還是相信 OK 這邊我們還是要相信說 經理人所要從事的投資 還是正的MPV 的投資案 因為 我們沒有理由會相信 經理人會去從事一個 負的MPV的投資案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認為說 他是正的MPV的投資案 只不過說 用不對的投資方式的話 資本市場上面的反應 不一定是好的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不知道說 那個 資本市場 對於發行新股這個反應 是好還是不好 那當然我們會講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論點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案子真的是有利可讀 那為什麼不舉債 那當然 有些時候公司如果提出好的解釋說 喔 因為我的目標 我的那個 最理想的資本結構 就是 舉債程度30% 那我目前 很可能舉債程度 已經超過那個目標的那個 所以我必須要舉新股 然後去rebalance 那這樣的解釋 要看市場 接不接受你的這個解釋 那這是所謂融資順位理論 那融資順位理論呢 你仔細一聽起來 好像還蠻有道理的 可是呢 他可能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很多種理論 稍微來講就會 有一點衝突 那第一個呢 如果融資順位理論是真的的話 那就好像沒有所謂的 最似資本結構 我們什麼時候講最似資本結構 如果我們剛才在講稅頓 效果跟破產成本的時候 稅頓效果跟破產成本的那一個圖 我們今天開始講的那一個圖 就是公司的價值可能在一個 理想的資本結構之下 有最高的價值 那個叫最似資本結構 那如果 如果我們的融資順位理論是對的的話 那理論上就是沒有所謂最似資本結構 也就是說 公司今天只要手頭有保留盈 有錢的話 那他的下一個投資案就會用保留盈 所以他很可能只要有賺錢 他就把錢留下來 然後繼續不斷的用保留盈 所以你很可能會希望說 那這一家公司可能舉債就不會太多 那就不會去care說 我是不是有個理想資本結構 30%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如果說我的 舉債程度最理想是30% 那你超過30% 你就會用股東權益 對不對 那這邊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你如果說 一直認為說 公司 都有保留盈餘 就不斷用保留盈餘 那不斷賺錢的話 就把它當成保留盈餘 那就不再舉債 那你會期待說 如果說有一家 個performance非常好的公司 那他只要賺錢 就把它保留在公司裡面 就像蘋果一樣 那他相對的 舉債的比率 就越來越低 就是他不相信 有一個最似的資本結構 因為理論上 如果你相信一個 最似資本結構 你一定會朝 最似資本結構上面去走 但是呢 如果融資是為理論是對的的話 他就不會朝 最似資本結構 他反而是看 手上有沒有錢 有沒有 剩餘的資金 有沒有保留盈餘 所以他並沒有 最似資本結構的 最似資本結構的概念 那第二個的話 獲利良好的公司 他會一直用 保留盈餘 他就不用舉債 那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 MM理論 最似資本結構理論 或是訊息理論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signal 是相違背的 對不對 我們signal 我們在講說 你如果對未來 非常有 把握 非常有信心的話 那你理論上 應該用舉債 可是在這邊的話 就用什麼 就用保留盈餘 只要手上有保留盈餘 我就用保留盈餘 好 那第三個呢 融資順位理論 很可能跟 我們剛才所講的 代理理論 也就是所謂的 自由現金流量假說 是有相衝突的 我們自由現金流量假說 就是說 這個不要給公司經理人 太多閒置的資金 因為如果給他 太多閒置資金 他就 會在沒有被授權的狀態之下 做一些 不良的投資 OK 但是呢 如果融資順位理論的話 就好像為了讓經理人手頭上 保有他 最靈活 最有彈性 而且可以 最保守 投資機密的一個 可能性的話 那你就要給他非常多的 自由現金流量 OK 所以呢 這個 企業的 融資順位理論 那理論上就是 要多給他 閒置資金 自由資金 但是 自由現金流量假說的話 就拼命要給他少一點 所以 他如果有需要錢 他再去申請 因為 資本市場本身也是一個監督的工具 只要資本市場認為他可以投資 那就是好的投資案 對不對 就不會產生浪費投資的一個概念 所以 從這邊來講的話 融資社會理論跟我們 先前所講的一些理論 事實上是有相衝突的 但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一些 學術上的理論 並不是代表就是說 這個理論就要 一定要 互相配合 互相一致 才能夠把這理論 推薦出來 因為在實務界來講 企業經理人在做某一個決策的時候 他考量的要素 很可能都多於 我們這邊 檯面上所講的要素 那我們在這邊 之所以跟各位介紹 這麼多的理論 最主要也是讓各位 心裡面有很多分析的工具以後 當你看到某個特定的個案的時候 你就會理解 為什麼那個特定的個案 當時會這樣做 好不好 好 所以有關理論的方面 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面還有一個 有一點點是理論 有一點點像是實務的一個 一個觀察 就是說不同的企業 他可能在不同發展期間 會有他適可使用的 資金的概念 OK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也不敢講說 所有的產業一定都是這樣子 但是在蠻多產業 你可以得到這樣的觀察 我們第一個來講 我們企業大致上 你可以把它分為 來幼年期 然後高成長期 再過來成熟期 OK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一家公司剛成立的時候 跟他高速成長的時候 跟他成熟的時候 甚至我們可以講說 他衰退的時候 那他對於資金的流入跟支出 跟他使用怎麼樣的一個資本的種類 都有他可能比較適合的選擇的要類 那我們這邊在講 不一定是說 所有的公司都follow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我們只是說 一般標準化的一個企業 你可能可以去參考 但是呢 我們知道 我們剛才有講 企業真的在投資的過程當中 他有非常多的考量 有非常多環境不一樣的要素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說每一家公司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只是說 他可能可以朝這個方向思考 那第一個來講 我們企業剛在成立支出 通常來講是不會馬上會賺錢 OK 而且在成立支出 他很可能需要大量的資金 去做資本擴充 比如說你一家科技公司 剛成立的時候 那你還沒有賺錢 因為賺錢的概念是怎麼樣 你投資的固定資產 也要被當作成本的一部分 會去當折舊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一剛開始的客戶 就沒有幾個 所以你現在會做成一兩筆生意 但是你會發現說 你那個的營業收入 扣除掉消貨成本 扣除掉折舊費用 扣除掉那些 會計上面來講的話 是虧損的 OK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的生意 事實上 一剛開始虧損 這是常態 對不對 你說101金融大樓 台灣高鐵 那前幾年他們也是虧損 可是他們並不會放 並不會讓說 投資人就趕快跑掉 因為這種business model 就是前面會虧損 他必須要達到 規模經濟以後 他才會賺錢 對不對 那所以一剛開始是虧損 可是呢 他同時在開始的時候 他還是要做 資本支出 各位想想看 就像 亞馬遜網路書店 他一剛開始那幾年 都是虧損 而且是大量的虧損 可是他還是必須要去做 資本支出 為什麼 他還是要去蓋倉庫 他還是要去 擴充他的電腦的那個 頻寬的處理措施 他還是要大量建置 他的一個顧客的資料庫 他還是要支出這個錢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 雖然你虧錢 但是你還是需要資金 所以你不太可能跑去借錢 第一個 借錢通常要有什麼 有實質的資產 當抵押貧 第二個 要借錢給你的 一定要看你 有沒有足夠多的現金流 還我的本息 對不對 那你如果大量虧損的那種公司 你拿了你財務保險 就跟人家借錢 人家很可能 絕大部分會把你否決掉 對不對 所以他不太可能用 舉債的方式 所以那時候呢 大致上來講 就會找創投基金 高風險的創投基金進來 或是我們之前有提到 他可能會用一種類似像是 特別股的方式 可轉換特別股的方式 那你要看看他當時 股票的一個 座價的行情 如果他認為股票的價值 可以反映他的 現實的一個價值來講的話 他可能可以用 現金真資 那所以 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不會舉債 他會用比較多的 權益型的資金 那第二個階段呢 高成長 那高成長當然有些人 高成長的時期 就已經開始在賺錢 有些人高成長的時期 還是不賺錢 所以這個東西 可能是 要依狀況而定 高成長的時期 如果不賺錢 當然他還要繼續 不斷用權益資金 如果開始有一點點 賺錢的話 他可能就開始 可以使用一些舉債 那增加舉債的話 就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第一個 舉債的資金成本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如果能夠 用適當的舉債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資金成本 例如說 降低資金成本很重要嗎 其實很重要 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就是說 如果當你學到 我們的企業評價的時候 那企業評價通常來講 他分子 當然是你公司 所能創造的現金流量 分母的話 就是公司的資金成本 所以如果能夠 提早去使用舉債 如果能夠大量降低你的資金成本 甚至在你 做評價的那個時間裡面 那你如果預期這個 這個舉債程度 能夠持續不斷的上漲 然後你就會發現 就是說你在評價的過程當中 你的最終期 最終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假設一個 一個 穩定的一個資本結構 或是有一個持續 就是穩定成長的一段期間 如果在那一段 穩定成長期間 到來之前 你就能夠把 舉債的程度 增加到 一個理想的資本結構 然後把你的那個 資金成本 降到最低的程度來講的話 那對公司的股價的估算來講 會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當然我前面那一段話 你不見得現在聽得懂 但是對一個行家來講 專業的人員來講 他知道 適當的舉債 然後降低公司的資金成本 對於該公司的股價 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呢 他可能慢慢進入而定期 他就會開始去使用舉債 OK 使用舉債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就想從這樣的一個觀察 得到兩個結論 我們在講說 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在 一剛開始 成長期的時候 右年級跟高成長期的時候 為什麼要使用 比較少的負債 使用比較多的權益資金 然後為什麼到穩定 成熟期的時候 我們會用比較多的舉債 然後用比較少的 一個股權資金 那我們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在你的剛成立這家公司 跟高成長期來講的話 這家公司的營運風險比較高 營運風險比較高 就是呢 你的生意也不穩定 你的定當也不穩定 那你如果在這種 比較不穩定的情形之下 勉強要舉很多的債 的話 那我們會認為你的營運所得 就有可能 會沒有辦法支付你的固定 財務支出 就利息費用 那如果產生那樣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形成倒帳 形成財務危機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盡量在 高成長期跟幼年期的時候 使用比較多的股東權益 比較少的舉債 那我們在穩定期的 以後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使用比較多的舉債 OK 所以呢 穩定期當然就是它的營運風險 就降低了 所以我們除了說 我們在這邊 我們說要得到兩個觀察就是說 就同一個產業的 一個公司來看 你當然可以看到說 那個幼年期 我們使用比較多權益 穩定期 成熟期 使用比較多的舉債 但是同樣的論點 你也可以去看說 欸 那是不是 我們如果有些產業 它剛好營運風險比較高 有些產業 營運風險比較低 你會看到不同的舉債行為 這也會是 OK 我們剛才看到 是同一個產業的不同時期 它的 融資的行為不一樣 如果我們今天 全部都看穩定的 成熟的一個產業 然後你去看不同的產業 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個融資的行為 也會有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 就一直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像台積電那一種 專門要拿訂單的 它不是自己 決定自己的營收多少 自己的訂單多少 而是決定於它的客戶 要不要跟它下訂單 所以呢 它所處的行業是比較高風險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處在比較高風險的行業 儘管台積電算是穩定的企業 它今天也不是剛成長 也不是高成長企業 也不是剛成立 但是它仍然舉債的比例相對起來 還是比較低的 那反過頭來 你看看 類似像是 電訊產業 對不對 台灣大哥大 或是東華電信 或是比較傳統穩定的產業 比如說台塑啦 比如說中鋼啦 那那些產業 由於它的現金流量 歷年來給我們非常穩定 安全的一個形象 所以它原則上是可以 局比較多的債 那為什麼要局比較多的債 我們已經講過了 局比較多的債 它的資金成本會比較低 局比較多的債 它可以適當的去 讓它的股東權益能夠高一點 其實我們也要 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就如同我們 在 第2章 我們講那個 產業競爭 跟那個財務績效 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 或多或少也在隱含這樣的關係 我們剛才講說 台積電 它是一個營運風險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它的財務 我們很可能就是比較 採用低槓桿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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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策略 那 各位要講 營運風險比較高 象徵什麼 ROA可能 potentially 會比較高 所以呢 它會採用一個 比較低的財務幹桿 低的財務幹桿 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說ROA等於什麼 ROA乘上一個 1加 D over 1 對不對 它的財務幹桿的那個 效果就比較小一點 OK 那我們說類似像是中華電信 或是那個 台塑 中鋼那一種 它的 營運風險比較低對不對 所以相對起來ROA應該怎麼樣 就可能比較低一點 可是ROA比較低的一個 產業的話 它就可以採用什麼樣 比較高的財務幹桿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等一下也會達到這樣的一個 結果 就是說 一家公司如果營運風險高 你就適合使用比較低的財務幹桿 如果它的營運風險比較低 你就適合使用高的財務幹桿 所以你會用什麼樣 你會用財務幹桿 去迎合你的營運風險 注意喔 我們在這邊 不是說 我用了財務幹桿以後 再控制營運風險 營運風險通常不是你能控制的 對不對 我們不是完全不能控制營運風險 而是營運風險很少是由公司 可以自己來控制的 所以通常你如果今天是一個企業主 我們只會講說 你被given 一個營運風險的一個環境 然後你想辦法用你的財務的一個策略 然後去營造一個你可以忍受的一個財務風險的程度 然後盡量去追求比較高的ROE 所以我們是調整我們 你如果在企業經理人的一個立場 你是在調整你的財務策略 去配飾你的營運風險的環境 那等一下 什麼叫營運風險 什麼叫環境 我們會比較 增加 比較清楚來看一下 這個白板 當然 是一個審議表的一個審議表的一個形式 一個形式 好 那我們這邊有個簡單的損益表 那這個損益表呢 是Sales減掉 VC是叫Variable Cost 那我們這邊有個FC是叫Fixed Cost 那這個VC跟FC呢 我們之前我們給各位的損益表是 我們的銷貨收入 減掉我們的銷貨成本 再減掉我們的銷管費用 那我們當初的損益表那樣邊 是因為我們絕大部分財務保留是那樣邊 那我們這邊稍微有一點 我們把那個什麼 銷貨成本跟銷管費用 我們就用 變動成本跟固定成本來做分類 也就是說你銷貨成本裡面會有變動成本 銷管費用裡面也有變動成本 銷貨成本裡面也有固定成本 銷管費用裡面有固定成本 那我們依照這兩個不同的分類 在這邊給他分 所以呢 我們銷貨收入減到這兩個成本的要素以後 我們可以成為EBIT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們Define Operating Risk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營運風險 從Sales到EBIT 這個影響這中間的所有的因素 我們把它叫做是 營運風險 從EBIT到EPS EBIT EBIT怎麼樣到EBS EBIT減掉利息 會變成EBT EBT減掉稅 會變成EAT Earning After Tax Earning After Tax 除以流通在外的股數 會等於 Earning Per Shares 所以從EBIT到EPS 這個中間叫做 Financial Risk OK 再走到這邊來講一次 那我們從Sales到EBIT 這邊影響的所有的因素 我們把它定義為營運風險 一旦你從EBIT 一直到計算這個EPS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它叫做財務風險 那為什麼我們把它定義為營運風險 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Sales 我們的銷貨收入是 我們的銷貨的價格乘以銷售量 我們的銷貨的價格乘以銷售量 這個價格的因素 取決於我們的競爭 對不對 取決於我們的顧客對我們的 產品的定位 然後銷售量 需求量 當然也是取決於這個市場的因素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都是營運環境 營運環境 OK 那我們的變動成本跟固定成本 理論上來講 也是取決於我們的供應商 取決於我們的那個 那個必須要有的機器設備 類似像那一種東西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EBIT 我們把它叫做是 Operating Income Operating Income 就是營運上的結果 所得到的一個 Income的數字 所以我們也跟各位講 Operating Income ABIT 同時你也給大家看作是 所有的資產的output 那資產呢 當然也是是我們配置 來做營運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得到 Operating Income以後 就開始做 分配嘛 分配就是依照我們的 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 誰先給我們資金 誰的priority比較高 我們先分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利息分掉 利息分掉以後呢 政府再來拿你的錢 然後剩下來錢給股東 所以我們的Earning Up Tax 除以我們的那個流通障礙股數 就會變成EPS 所以我們今天定義呢 從Sales到EBIT 這叫Operating Risk 然後從EBIT 到計算EPS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把他就 影響的因素就叫 Financial Ris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得到EBIT之前 事實上有很多的數字 會影響到EBIT的 穩定跟EBIT的大小 對不對 你可以舉出太多的因素了 這些因素很可能 很多的因素都 沒有辦法在財務管理裡面 去探討 比如說我們的 產品的價格 對不對 我們的成本 對不對 我們的 人力成本 然後 還有什麼原物料成本 還有其他的成本 對不對 需求量的大小 可以影響的因素太多了 我們等一下大概 唯一能夠探討一下 就是說 可能公司可以去決定 一個生產的模式 這個生產模式呢 可以用比較多的固定成本 或是比較多的 變動成本 就是你要用比較多的機器設備 還有用比較多的勞工 這大概是公司內部可以去取捨 唯一可以想說 可以影響到營運風險的一個大小 但絕大部分的營運風險 是取決於環境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營運風險 是比較 像是被 Given的 沒有辦法去控制自己的營運風險 那第二個 所以我們等一下不會探討太多 影響營運風險的因素 但是從EBIT到 EPS的過程當中 就是公司融資決策所會決定的 所以呢 這個融資決策 我們在這邊 就把它叫做 Financial Risk OK 那如果各位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簡易的一個 損益表的話 就比較容易去看 我們這邊所在定義的 經營風險 或是我們 講的營運風險 Operating Risk 它是影響你EBIT的Level 跟它的Uncertainty OK 影響EBIT的Level 跟Uncertainty的 所有的要素 我們就可以把它稱為 營運風險的要素 那這邊有關於 產品的價格 產品的需求量的不確定性 或是你供應商的 你的供應商的原物料的 價格跟不確定性 或是勞動 或是什麼電力 所有的東西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 營運風險 那我們當然不太可能講 所有會影響營運風險的要素 等一下 我們會Single Out 一個營運風險的要素 叫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的大小 可能會影響到 營運風險高低 這一點呢 可能公司有辦法去控制 可能公司也沒有辦法去控制 但是我們會來解釋一下 固定成本的高低 對我們的EBIT的不確定性 可能會有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剛才就講第二個階段 從EBIT到我們的EPS的計算 那理論上呢 你就是會經由 決定要用多少的債 那決定用多少的債 當然同時也會決定 你有多少的流動在外的股數 因為我們剛才 因為我們剛才其實講 我們就假設說 我們的資產 配置是不變的 那今天公司要去取決 就是說 那我要多少的股東權益 多少的取債 那所以你可以依照 你要決定多少的取債 跟股東權益 然後從EBIT一直到EPS 就是受這個的影響 你如果舉多一點的債 利息費用就比較多 但是你流動在外股數就比較少 你如果舉比較少的債 利息就比較少 那流動在外的股數就比較多 那你要想想看 EBS的計算是怎麼樣 流動在外股數在分母 利息的計算在分子 對不對 利息如果多的話 分子就會比較小 可是利息多的同時 你的流動在外股數也會比較少 對不對 因為你舉債多了 股東權益少 股東權益少的話 流動在外股數就少 對不對 所以他到底有怎麼樣的影響 也會在這邊決定 好 那當然我們概念上還是說 那怎麼樣去看說他的風險 營運風險高 營運風險低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一個要領的話 就看他過去的EBIT或EBS 他有沒有非常高的uncertainty 就是他的標準差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 因為是基本的財管 我們不想把他弄得太複雜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跟各位介紹 可能你可以用一些簡單的一個方式去分辨一下 一個公司用比較 有比較高的所謂的營運風險 或是財務風險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用一個 我們就用一個 在管理學院裡面 常常會用來很簡單的一個分析架構 叫損益平衡分析 損益平衡分析 這個損益平衡分析 它事實上是讓一家公司說 我至少要賣多少個單位的產品 我才能夠把我的成本拿回來 也就是說 我會去決定一個損益平衡的一個銷售量 那公司要超過這個銷售量 它才能夠產生正的EBIT 那如果剛好在這個均衡的銷售量上面 損益平衡的銷售量上面 它的Sales Revenue 剛好可以抵掉它的Variable Cost 跟它的Fixed Cost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邊的一些 我所用的一些符號 第一個 就是Sales Sales當然就是PXQ 我們賣的產品的價格 而乘上它的銷售量 那我們的Variable Cost 各位或許已經開始學到管塊 或許也還沒有 那我們的管塊上面的一個定義 這Variable Cost就是說 這個成本會有一部分 它是直接跟它的使用量 是銷售量是直接相關的 那這部分的成本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變動成本 我們就把它稱為變動成本 那我們在這個變動成本的定義裡面 你很可能是原物料 很可能是直接勞工 我們就把它屬於是變動成本的一部分 那變動成本呢 因為它直接跟銷售量有關 所以你可以 準確的算出來 你用的每一單位的一個商品 會用掉多少的單位變動成本 單位的變動成本 那所以呢 我們的變動成本 事實上也可以把它簡化成 單位的變動成本乘上Q 變成總變動成本 那所謂的固定成本是什麼呢 我們管理會計裡面 我們定義的固定成本就是說 成本有一部分 成本它是不受銷售量的一個影響 那一部分的成本叫固定成本 所以有固定成本 沒有理由是說 從盤古開天 一直到今天都是固定的 我們只是說 有一部分的成本 它是不會受銷售量的影響 可是呢 這個固定成本 去年的固定成本 跟今年的固定成本 不一定一樣 它不一定一樣的原因就是說 比如說有些固定成本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的房租 比如說我們的折救費用 比如說我們給我們的主管的薪水 那這部分的薪水在這一年裡面 一剛開始的時候 這一部分的成本就固定了 就不會說 我賣一單位的時候的產品 我的固定成本這麼多 我賣一百萬個單位的時候 我的成本還是這麼多 所以說這一部分的成本 不會因為銷售量的增加或減少 而有變動 那這部分的成本 我們叫固定成本 然後注意喔 固定成本不是說 去年固定多少 今年固定多少 因為我們去年的折救費用 跟今年的折救費用 不會一樣 去年的房租 跟今年的房租 不會一樣 那今年我們給主管的薪水 跟今年給主管的薪水 不會一樣 所以固定成本 不是說 從頭到尾都是固定 而是說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它是固定 OK 那如果各位了解 這樣的一個狀況來講 就是說 我們要去找一個銷售量 那我們這邊來講 Sales是等於B乘Q 我們的Virical Cost 也是等於 我們的單位變動成本乘上Q 我們固定成本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不會變動 所以你要找一個Q 然後能夠讓這個Q能夠至少 在這個銷售量之下 那我們的銷貨收入 剛好可以抵掉我們的變動成本 加固定成本 那當然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等式 去分析一下 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那我們的所謂的一個 損益平衡的銷售量 剛好是等於我們的固定成本 除以P-D OK 那比如來講 我們 有一家公司 我們的固定成本是一萬塊 那我的商品 我每單位是賣二十塊 那我的變動成本 單位變動成本 每單位是十塊 那你知道就是說 我單位的變動成本是十塊錢 我賣一單位 我可以賣得二十塊錢的價格 所以我每賣一個單位 我就表面上看起來 賺十塊錢 這十塊錢 我們在 管塊裡面是叫做 邊際貢獻 邊際貢獻 就每多賣一個單位 你就會多出來 十塊錢的邊際貢獻 這十塊錢的邊際貢獻 我可以賺二十塊 好了 那你前面的 一定要賣兩千五百萬 是不是 兩千五百萬 賣完兩千五百萬 才能夠把房租抵掉 五萬塊錢 對 兩千五百萬 一萬二十塊 兩千五百萬 五萬塊 OK 那所以呢 這個 就等於是 break even 你要先 賣掉兩千五百萬 一萬塊 你才會有正的EBIT OK 才會有正的一個 營運上的所得 那其實這不是我們要的一個 主要的結果 我們只是借助這個 損益平衡分析 等一下來看說 如果一家公司 他可以去舉定 用比較多的固定成本 我們通常所謂的固定成本 通常是指 你用比較多的那個 機器設備 你如果機器設備用的很多 或是你的規模 你的那個Bismet Model的規模 設的比較大一點 比如說一家餐廳 一家餐廳 你可以有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你可以找一家 一百坪的一個餐廳 那一百坪的餐廳 對你來講是什麼 固定成本很高 但是如果顧客一進來 把他做的滿滿的話 你消耗收入會很大 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會認為說 可是我也不太確定說 我顧客會不會那麼多 所以我就找一個五十坪的場地 那五十坪的場地呢 可能固定成本比較少一點 但是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 容納量去把所有的顧客 弄進來 所以你很可能會有 顧客等待的成本 或是其他成本會發生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等一下只會借助這個 損益平衡分析的這個工具 然後去分析一下說 如果一家公司 他有比較高的固定成本 或是他使用比較低的固定成本 那他對於EBIT來講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影響 OK OK 那我們剛才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損益平衡分析的那個 那個 那個算法 那我們事實上並不是 損益平衡分析 本身不是我們的目的 他是我們用來 介紹 等一下 我們如果公司 有機會 他們可以去選擇他們的生產模式的話 那 他選擇生產模式的方法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剛才所想呈現出來的 對EBIT來講的風險 的一個高低 那我們今天這邊稍微有一點假設 這個假設可能 有一點點 各位不一定馬上能接受 但我們在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有些公司 他要生產一種商品 他可以決定用比較多的機器設備 那就可以省一些勞力 或者他可以選擇 用比較少的機器設備 但是他要用比較多的勞力 那機器設備對我們來講呢 有可能就是固定成本 然後我們的勞力對我們來講呢 可能就是變動成本 所以呢 一旦你決定用比較多的固定成本的話 那你的單位變動成本 就可以稍微比較節省一點 那你如果想要用比較少的固定成本的話 那很可能勞動的 用的就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單位變動成本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在這邊就假設了 我們有一家公司 他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去生產相同的一樣產品 那第一種生產方式呢 他就用比較少的固定成本 比如說我們就用兩萬塊錢的固定成本 然後當你選擇用兩萬塊錢固定成本 去生產這種商品的時候 每單位的變動成本就是要一塊錢 一塊五 要一塊五 然後呢 我們的第二種生產方式 是用比較多的固定成本 六萬塊錢 但是因為你用了比較多的固定成本 就是代表你可以節省一些勞動 節省一些原料 所以呢 我第二種生產方法呢 我的單位的變動成本就會降到一塊錢 那我們現在就想問一下說 那這兩種不同的生產方法 對我的EBIT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假設 假設我們的那個 每單位的商品 是兩塊錢 每單位的商品是兩塊錢 所以呢 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們採用第一種方法 我們剛剛強調 第一種方法是用比較少的固定成本 那當然它的變動成本稍微高一點 好 我們剛才說呢 我們第一種方法呢 我們固定成本是兩萬塊錢 擺在我們的分子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 邊際貢獻 所以我們每賣一個單位 價格超過變動成本的部分 叫邊際貢獻 我的邊際貢獻是0.5元 所以呢 我根據我的固定成本 兩萬塊錢 我至少要賣四萬個單位 我才能夠把我的固定成本 把它抵回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第一種方法的損益平衡分析 是四萬個單位 那我們這邊還注意另外一個變數 就是我們的邊際貢獻 邊際貢獻呢 每多賣一個單位 會增加多少的EBIT 好不好 你這邊還看不出來它是EBIT 但是我們的EBIT的定義就是我們的Sales 減掉Variable Cost 減掉Fixed Cost 如果說你的Fixed Cost 都被recover回來了 那你如果賣第四萬零一個單位的話 我們說四萬個單位的時候 你的EBIT剛好等於零嘛 賣四萬零一個單位的話 那你的EBIT就會增加0.5元 那第二種方法呢 那依照同樣的邏輯 我們的邊際貢獻是一塊錢 因為我們的使用比較高的固定成本 所以我們的固定成本是六萬塊錢 然後呢 我們的邊際貢獻是一塊錢 二點一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賣六萬個單位以後 才能回本 那回本了以後呢 每多賣一個單位 我們EBIT增加多少 增加一塊錢 增加一塊錢 所以呢 我們大概就會看到下面的這一樣一個圖 我們的第一個案子 我們要賣四萬個單位 才能夠回本 那每超過一個單位呢 我們只能多賺0.5元 那我們第二個案子呢 我們要賣六萬個單位 才能夠回本 但是呢 超過六萬個單位以後呢 每一個單位都會多賺一塊錢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出來一個 第一種方法呢 比較少Break Even Break Even以後呢 它緩慢的每一單位用0.5元開始累積 第二種方法呢 它有六萬個單位才能Break Even 那每多一個單位呢 它的EBIT增加一塊錢去累積 那你會看到說 因為第一個比較早Break Even 所以它緩慢的就為正 那第二個單位呢 它比較晚Break Even 但是它Break Even以後呢 它上升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OK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點 那個點呢 我們經過我們的計算以後 它事實上是八萬個單位 也就是說在八萬個單位的時候 在八萬個單位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Break Even的一個 就是說兩種方法會產生相同的EBIT 那超過八萬個單位以後呢 它事實上 那個第二種方法 它的那個EBIT就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超過了八萬個單位以後 那個第二種方法的 每一單位的邊際空間是一塊錢 然後呢 它會超過第一種方法的0.5元 那這邊稍微來講 我看看這個公式 好像沒有 我們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EBIT 就找一個點 EBIT是一樣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Sales減掉 這個 第一種方法的一個總成本 然後等於Sales減掉 第二種方法的總成本 它應該是Sales 這個Sales 這個把它堵掉好了 因為這樣有點confusing Sales等於這個東西把它堵掉 應該是Sales減掉 這個等於第一種方法的EBIT Sales減掉後面的那個 右手邊那個是第二個EBIT OK 然後 因為Sales是相同的 所以兩個Sales都抵消掉以後 你會看到就是說 會在某一個Q的一個水準之下 兩邊的EBIT是相同的 兩邊EBIT相同就代表 這邊加這邊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好像寫的有點不太對 所以我們會求算出來那個 相同的一個EBIT 其實相同的營業收入跟相同的EBIT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會求算出來那個 在八萬個單位的時候 那兩個EBIT跟兩個Sales revenue 是一樣的 那從這邊你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第一種方法它的斜率比較平緩 第二種方法的斜率比較陡直一點 那我們這邊就要講說 其實比較陡直的那一條線 就它的一個定義上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比較高營運風險 因為怎麼樣講說 比較陡的那條線是比較高的營運風險 因為你變化相同單位的銷售量 你EBIT的變動量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它比較陡 斜率比較直的 斜率比較陡的那個方案 它的營運風險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變化相同 因為我們剛才講 這個 第一種方法它的邊際貢獻 就是你增加一個單位的 這個銷貨額 它的邊際貢獻增加0.5元 第二種方法呢 你增加一個單位的銷售量 邊際貢獻貢獻一塊錢 所以這個斜率事實上 就是這個邊際貢獻的大小 邊際貢獻越大的 當然它的固定成本 當然是比較大的前提之下 那邊際貢獻才會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比較陡的一個 所以這兩條線比較陡的那個 就是營運風險比較大的選擇 那這個東西沒有好跟壞 所以營運風險比較大就好 營運風險比較小的就是比較差 或是營運風險比較小的就比較好 這完全是看你的什麼 看你的believe 比如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你非常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就是說幾乎是uncertainty的 那種把握說我可以賣八萬個單位以上 如果你非常有把握說你能夠賣八萬個單位以上 你當然就會選擇那個高固定成本的那個alternative 因為他基本上會幫你帶來比較高的EPIT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你會看到 我們等一下也會有同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經理人 你要選擇一個高風險的model 還是選擇一個低風險的model 如果你真的非常有把握 如果未來的景氣會好 因為所謂的那個 要八萬個單位 或是八萬個單位以下 這其實就看你對於未來景氣的 預測是好還不好 如果你認為未來景氣是比較好 那你當然會用比較高固定成本 就好像你如果說今天 你去開餐廳一樣 決定你用50坪的餐廳 還是用100坪的餐廳 就看你對未來的景氣的一個預期 你如果說景氣運氣很好 你當然用比較大的餐廳 會對你來講比較有利 因為你比較有機會 常常把它塞滿 對不對 OK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線比較陡的 它就是所謂風險比較高的 風險比較高的 就是對景氣好的時候 是比較有利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如果說我們今天 你有把握可以賣20萬個單位 那你會選擇哪一種approach 當然就選擇第二種approach 對不對 第二種approach給你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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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IG是比較高的 好 那我們也用相同的看來 因為你在其他教科書上面 看不到這個名詞 叫 Financial Break-Even Analysis 這個東西是我要交這個主題的時候 那我用了Break-Even Analysis的一個工具 那我就想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財務上面 用相同的概念 然後去說明相同的境界 那這個東西是其他教科書沒有的名詞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樣用到底對不對 那當然我已經是交財務管理 超過20年的教授 那當然他可以自己去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好 那我們有一家公司 我們舉例來講好 他目前有面值200萬的公司在 平安利息為8% 那他目前並有 10萬股的普通股流通在外 那松山公司目前正在考慮進行 100萬的擴通計劃 那這筆計劃可以由下列兩方式 我還打字打錯了 兩方式去融資而得 那第一個呢 他是用發行 10%的公司債 募集而來 就是這100萬 100%都是由公司債而來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說 這100萬呢 100%都是由 發行新的普通股 那市價呢 每股10塊錢 那我們為什麼這邊強調100% 因為你的融資計劃 不一定就是要全部由 發債 也不需要全部由發新股而來 也可以各自50% 那我們這邊就是要做一個 比較極端的一個程式 就是說第一個是增加舉債 第二個的話是增加股數 OK 那我們想要來看看說 他對財務風險的影響 那我們講的是中山公司 預期明年的營業收入 應該是 這應該是營業所得啦 那營利失業所得稅為25% 請問一下上述兩方案的 財務損益平衡點為多少 那我們同樣的也要去求算出來 在哪個EBIT水準之下 他的EPS剛好會相等 OK 然後我們來斷定說 怎麼樣的方式可能對股東來講 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有EPS的公式 那因為我們這邊不會有特別股的股力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把特別股股力那個符號把它 ignore掉 OK 那所以呢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分子是 EBIT減掉利息乘上1-T 然後我們的分母的話是 流動在外的股數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算 我第一個方案 就是發行公司債 第二種方案是發行新股 那他各自的EPS等於多少 那我在這邊呢 我們先不要把那個EBIT為80萬 這件事情帶進去 為了讓各位看一下說 他的原始的形狀是如何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倒的 也是一樣兩條的那個 兩條的方程式 一條的話就是第一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來講的話呢 他是增加了舉債 那各位發現一下 他如果增加舉債的話 他的分母就會維持不變 對不對 他目前有流動在外的股數 是10萬股 他如果這個擴充案是由 舉債而來 那他的明年的利息水準 就會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但是他的股數維持不變 那第二種方案呢 他的利息水準會維持不變 但是他呢 他的流動在外股數會增加 OK 所以呢 我們說第一種方法跟第二種方法 他事實上沒有所謂 絕對好或絕對不好 第一種方法當然是增加利息費用 但是股數不變 第二種方法呢 利息維持不變 但是股數增加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大概 我們第一個要找的是損益平衡點 損益平衡點就是你先假設EPIT為位之數 然後你說至少要有多少的EPIT 才能讓EPS為0 這所謂的損益平衡點 財務的損益平衡點 我們這邊有定義嗎 對我們這邊就是說 所謂的財務損益平衡點就是說 你要有多少的EPIT 才能夠讓我們的EPS至少為0 就跟我們剛才就說 你至少要賣多少的Sales 才能夠把你的Variable Cost 跟Fixed Cost 把它Recover回來 那這邊的財務損益平衡點就是說 那這邊的財務損益平衡點就是說 你至少要有多少EPIT 才能夠讓EPS為0 那這邊你仔細一看的話 當然就很容易清楚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案子 為什麼我們的利息費用是26萬 注意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擴充計畫之前 我們這家公司原先就已經有 200萬的負債流通在外 這200萬的流通負債呢 它原來就要繳掉8%的利息 所以這200萬的負債乘上8%就是16萬 那如果說明年它在發行新的 100萬的一個負債 然後新的這100萬負債 明年又會利息又是10% 就要增加10萬塊錢的利息費用 所以我們第一種方案 如果你明年是舉債來應付你的 那個投資案的話 那你將會產生26萬的利息費用 OK 然後呢 你的流通在外股數仍然是10萬股 所以你從這邊EPS1的計算來看 你將會看到當EBIT為26萬的時候 EPS就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你至少要賺EBIT要賺26萬 OK 那第二種方案呢 它事實上利息費用就是只有16萬 因為它所增加的並不是利息 它所增加是流通在外股數 所以我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我的流通在外股數 從原先的10萬股 再加上我新要發行的100萬的權益資金 除以每股10塊錢 所以我仍然要增加發行10萬股 所以我明年呢 我如果採用第二種方案呢 我的利息費用就會是16萬元 但是我的流通在外股數是20萬股 那當然你EPS2如何讓它為0 就是你的EBIT至少要16萬 EBIT至少要16萬 那這兩個alternative呢 它其實 你如果這樣看來講的話 第二個方案 你的EBIT只要超過16萬 那你的EPS就會有負轉證 但是由負轉證之後呢 你的分子 注意喔 我這邊不是講EBIT增加1塊錢 你的分母會有20萬股來分 那當然你要說用一塊錢 就二十萬股的話要底下有很多的0 我們這邊只要跟你講 你的分子增加一塊錢 你的分母有二十萬股來分 所以你EBIT超過十六萬以後 你會發現有這樣的情形 那第一種方案 你當然EBIT至少要到二十六萬以後 才能夠EPS才能夠由負轉正 也就是說EBIT如果超過二十六萬 EPS就由負轉正 你的分子每增加一塊錢 你的分母只有十萬股來分 所以你會看到哪一個方案的斜率會比較陡一點 哪一個方案的斜率會比較陡 第一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斜率會比較陡一點 那超過二十六萬以後 那它才能夠由負轉正 所以它EBIT會需要比較大的一個能量 因為它的利息比較多嘛 二十六萬 所以它治療賺二十六萬以後 EPS才會開始由負轉正 但是它因為股數比較少 所以它由負轉正之後呢 每增加一塊錢的分子 它分母只有十萬股來分 所以它上升的數率會比第二個方案要快 第二個方案它當然只要十六萬以後 就是由負轉正 但是因為它分子每增加一塊錢 它的分母就有二十萬股來分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第二個方案 它雖然比較早 比較晚 那個由負轉正 但是因為它上升速度比較快 所以它EBIT會趕過第一種方案 OK OK 我在講是不是講反 第一種方案 對 第一種方案是舉債比較多嘛 對 第一種方案雖然是比較晚 由負轉正 但是它EBIT會趕上第二種方案 OK 所以我們也能夠找到一個 EBIT的水準 在那個EBIT的水準之下呢 兩個方案的EPS會相等 所以我們再回到上面 我們最下面這個就是說 找出一個EBIT的一個Level 然後讓兩邊的EPS相等 那這個Level超過這個EBIT的水準之後呢 那第一個方案的EPS就會高於第二個方案的EPS 因為它就趕過去了 那當然你從這邊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什麼時候決定舉債 會比較有利一點 因為你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呢 我的方案 第二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是這裡 如果說你的EBIT很少的話 哪一個比較有利 EBIT很少的話哪個方案比較有利 普通股比較多的那個方案比較有利 那如果EBIT很高的那個水準之下的話 哪個方案比較有利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方案比較有利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方案比較有利 第一個方案是這裡 如果EBIT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話 哪個方案比較有利 當然就是舉債比較多的有利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要跟各位講一講 所謂的風險高跟低 沒有所謂好壞的一個差別 而是在於說 你的經理人的Believe在哪裡 經理人如果認為說 我認為未來景氣是好的 未來景氣是好的 那如果說我認為 我未來的EBIT真的也還蠻不錯的 那我很可能會選擇什麼樣 選擇就是用負債比較高的那種 那種approach 因為它會幫我創造比較高的EPS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大概就是讓各位知道 其實所謂的風險高 風險高在我們這邊 在營運上的風險 指的就是營運風險 那你如果說真的會認為 未來的景氣會很好 那你很可能會選擇 高固定成本的approach 去生產 你如果認為景氣很好 那你很可能選擇 那個餐廳面積比較大的那種場地 然後去開餐廳 那你如果認為景氣 不是非常的有把握 那你很可能會把唱廳縮小 很可能把你勞工的元素縮小 然後呢 可能呢 如果在不景氣的時候 你至少固定成本可以比較低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所謂的高固定成本 低固定成本完全是選擇 沒有說哪個一定比較好 也沒有說哪個一定比較差 那舉債與否的話 也是相同的理念 你如果認為你EBIT 很容易就會很高的話 那當然你選用負債多一點的approach 會帶來比較高的EPS 因為股東比較喜歡EPS 對不對 所以站在股東的立場之下 你如果認為EBIT 都能夠還蠻好的 就如同我們剛才這裡 如果說你的EBIT 是比較接近這個direction的話 那你採用第一種方案 產生的EPS會比較高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來 這條線的斜率比較陡的 就是財務風險比較高的 那所謂財務風險呢 其實是看什麼 你變動相同比率的EBIT 你看EPS的變動 幅度比較大的 就是所謂的財務風險 OK 相同的 我們剛才在那個水益平衡分析 那個 在講營運風險的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因為那個 我們的縱軸跟橫軸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的橫軸是EBIT 縱軸是EPS 剛才看營運風險的時候 橫軸是Sales 縱軸是EBIT 所以你看那個斜率的走直還是平緩 你就可以判斷說 你高固定成本的那個Approach 在剛才的那個分析當中 他斜率就會比較陡 那這邊呢 你高舉在的Approach 你就可以看出來 在這一條線的斜率就會比較陡 斜率比較陡 就是說 你變動相同Level的橫軸 對於中軸的一個變動來講 是比較大還比較小 比較大的話 他的斜率就是比較陡 那所以呢 在食物界呢 他們有這樣的定義 這個是比較算是操作上的定義 因為那個 這個公式不是直接就可以 很容易就搞出來 他必須要去做一些假設 那我們原則上來講 我們有些人主張 那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所謂的槓桿程度 來看一下 營運的風險 那所以我們就有些人說 所以營運的風險 事實上就是我們剛才看 我們第一個圖的斜率 那這個斜率是什麼 我們說我們的分母 分母是變動相同比率的cells 然後我們看看我們EPIT變動的比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觀念的一個公式是 看那一條 我們剛才看的那條線的斜率 就是那個 變動一個百分比的cells 我們看看我們EPIT變動的程度高或低 所以我們剛才那個 高固定成本的那個approach 它的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就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協力比較陡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操作性的定義 它事實上是基於上面那個假設 上面那個定義做了一些假設 然後可以導到這邊來 OK 那我那個中間的過程 在前幾年 在我前面五年 剛開始交的時候 會附那個公式 後來我就盡量把公式簡化一下 那我後來就找不到那個原先導的過程 它是有做了一些假設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簡化成就是這樣子 我們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它可以變成是 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分母 就是EBIT加上fixed cost 分子 EBIT加上fixed 分母的話是EBIT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說 我們在賣任何一單位的商品 那當然就會產生邊際貢獻 那邊際貢獻 當然就是主要 一剛開始會recover成fixed cost 然後到後來會成為EBIT2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 如果說你固定成本比較多的 固定成本比較多的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會產生的EBIT加上fixed cost 相對於EBIT的一個比率就會比較大 OK 那所以呢 這邊degree of operation 它最主要就是看 那個營運方面的幹桿 OK 如果說你完全沒有用固定成本的話 你就會得到類似像是分母的EBIT 那你如果呢 有用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用的越多的話 那它的營運幹桿就會越大 OK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比如來講 我們剛才的那個 在講 營運損益平原分析的時候 我們第二種方案 它是用比較高的固定成本 對不對 所以它的DOL就會比較大 如果DOL比較大的話 你就會發現 所變動一單位的Sales 然後我們的EBIT 變動的單位就會比較大一點 OK 那這是我們的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那我們也是同樣有辦法去定義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 那這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 我們的分母是變動 相同單位的EBIT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EPS變動的程度 那我們剛才第二個例子是 採用比較高的舉債來講的話 你變動一單位的EBIT EPS的變動幅度會比較大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呢 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 你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 的一個比值是EBIT 去比上EBIT-I 減掉特別穀除以E-T 那這個公式看起來有一點點那個 因為我們在這邊很少會用到特別穀 但是同學很可能會講說 如果有特別穀的話 它非為什麼 這個特別穀的穀力要去除以E-T 那你要注意到 因為我們這個EBIT來講 就是我們的那個 總資產的產出 那總資產產出 我們如果把它放在分子的話 那我們分母呢 是到底在講什麼 分母的話就是說 在正常的狀態之下 股東權益所能夠分配到的部分 那你想想看 EBIT是總資產的產出嘛 它會先減掉利息 然後它必須要減掉特別股的股力 剩下來才是普通股力所能分的 那我們想要去看那個所謂的財務槓桿越大的話 代表就是說 我們自有資金的比例越小 財務槓桿越大 所以在這邊呢 因為所有的數字都是用什麼 稅前的數字 我們EBIT也是稅前的數字 我們利息費用也是稅前的數字 但是我們的特別股股力是稅後的數字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要把股東所分配到的那一個比例 調成稅前的數字 OK調成稅前的數字 因為你這樣比起來才會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我們這邊的分母 事實上是股東所能夠分配到的比例 以稅前的方式來表達 OK 那上面的話是 我們總資產的產出 所以理論上這個財務槓桿 就比較容易 make sense 因為我們這底下呢 是股東權益所能分配到的 那讓股東權益分配到越少 其實你應該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們的利息越高 我們的特別股股力的比例越重的話 那我們的股東所能分配到的每股盈餘的部分就越小 那越小的話 相對於比較大的EBIT 這代表它是什麼 高的財務槓桿 高的財務槓桿 所以高的財務槓桿 你依得可以從高的利息費用 或是高的特別股力 可以看得出來 也可以從EBS所佔比較小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它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把它轉換為稅前的一個機制 然後去看得出來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的利息費用或是 特別股所佔的比例比較高一點的話 那DFL就會比較高 就財務槓桿程度會比較高 財務槓桿程度比較高 你變動一個單位的EPIT 所以我們EPS的變動比例就會比較大 我們剛剛要講到一個概念 我們剛剛要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營運風險 那我們剛才其實講的有點涵義就是說 如果營運風險高的話 它就會用比較低財務風險的策略 不要讓總風險太高 對不對 那它如果說 營運風險很低的話 它適當的可以增加取債的比率 可以讓ROE高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就是說那個ROE等於ROA乘上一個 財務槓桿的一個函數 對不對 那我們說台積電那個 營運風險高 所以potential的ROE會比較高 所以呢 它就用比較低的 那個 槓桿程度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它風險高 報酬力也會高 對不對 所以它 你看風險高 它報酬力potential也會比較高 它用比較低的財務風險 然後呢 它如果說 像中鋼 或是中華電信 它ROE來講 就比較穩定 營運風險比較低一點 所以呢 它右手邊的那個 財務槓桿 是稍微可以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影韓就是說 其實好像 如果你的營運風險高 你就相對應就是低槓桿的 財務融資的比率 然後呢 你如果是比較低營運風險 稍微就可以提高一些財務槓桿 所以我們好像是在講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可能在控制一個 總和槓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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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希望控制的就是 那個 給定一定的種風險 如果財務風險 不是 營運風險高的話 我們財務風險就低一點 OK 如果營運風險低的話 我們財務風險高一點 所以我們大致上是在看這個東西 那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控制一個總槓桿 當你如果計算出來 你的營運槓桿程度到底是多少 那你盡量用財務槓桿去把它配置 所以有一點像是我們控制總風險 OK 你如果高營運風險 你就用比較低財務風險的一個approach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和量所謂的 degree of combined leverage 有人會把這個叫 degree of total leverage 總槓桿程度 或是 中和槓桿程度 那事實上是 兩個槓桿程度相乘 所以他不是用加的概念 而是用乘的概念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講到這裡 因為我下面其實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查物危機的 一個定義跟他的解決方法 那應該在下一次一次的時間裡面 可以講得完 好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做個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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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